南投市惊传钢瓶炸死人的意外 一位51岁的湖姓水电工 假日加班到中兴新村民宅 施作热水器水管防漏工程时 疑似因为二氧化碳加压过度 导致这防水药剂的钢瓶爆裂 而东工人当场被钢瓶的头给炸到胸部 送医急救之后还是宣告不治 被钢瓶炸伤的湖姓水电工 带着氧气罩固定在单架上面 被推上救护车 他胸口被炸伤疑似有严重内出血 送医急救还是宣告不治 炸死水电工的就是这个钢瓶 瓶口爆裂 隔壁的房间就是气爆现场 强大的爆炸威力 不只把原本放在架子上的东西 炸成碎片散落一地 难以想象水电工当时受到的 撞击力量有多大 患者到院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而且双侧瞳孔已经放大 对方也是没有反应 那身上是有一些外伤 所以我们就开始进行心肺复杀 赶快帮他做一些急救的一些处置 被炸死的湖姓水电工 当时就在房间里面进行热水器 水管防漏工程 疑似进行二氧化碳加压过程 加压过度导致防水药气钢瓶爆裂 强大的爆炸力量当场炸上他的左胸 水电工假日加班想多赚点钱 没想到发生气泡意外丢了性命 记者蔡玉凯南投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